各位,情报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 这世界充满了许多的情报 有些是对我们有益的,且给我们智慧的 但有些却是掳掠我们,叫我们偏离神 或是充满惧怕、担忧、贪心、私欲的 除了世界的声音,魔鬼也时常给我们欺骗和引诱的暗示 我们自己的罪信也常向我们发出体贴肉体的呼吁 这众多的声音就成为了我们的思想和心灵里许多的噪音 常在争取我们的注意和回应 而我们所接受的情报和声音也必然影响我们的信念、判断、情感、抉择和行为 并且我们也很容易就选择性地接受那符合我们心意的情报和声音 且拒绝那违背我们意思的 那么,当我们被那么多喧闹声围绕时 我们该如何保守自己能识别神的声音 且依从对的声音呢? 首先,我们若要听对的声音 就要确保我们的心灵状态是纯洁、蒙恩的 马太福音五章 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其实,若一个人的心不纯正 他无论听到什么,进到他里面都会被歪曲的 比如说,当一个人心里有贪心时 他便很容易被所听到的情报、删获而谋算不该做的事 有时,我们不得不问 为何我们会被某些情报吸引 比如,为何有些人就是会喜欢成功神学 医治释放、神秘性的见证等等 原来,他们心里本来就有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些倾向或贪心 所以,当他们一接触到配合他们所愿的声音时 便不多查验就可以接受了 但这样心里满满存有自己的动机和欲望的人 不一定能听见或是听对神的声音 因他自己的意念和欲望 很容易扭曲神的声音 但圣经告诉我们 内心清洁的人必看见神 因此,我们若想清楚识别神的声音 就需要恢复一个清洁 且愿意降服于神的心 第二,我们若要识别神的声音 就要让神的话来训练我们认出神的声音 虽然这世界的确是充满了许多喧哗声 但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次要的情报上 如同媒体新闻或人的话 更重要的情报就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了 有些信徒时常听不到对的声音 是因为他们即使读了圣经后 也依然让世界的情报塑造他们的眼光和信念 其实,我们应该让神的话塑造我们看待 和解释一切事物的眼光 如同诗人说的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神的话可以照明一切 真理也可以显露一切 包括一些似是而非的谎言 以致我们不会被不对的声音误导 当一个人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时 他自然轻易就会接受世界的方法和声音 但当一个人被神的话照耀时 他里头那黑暗的私欲和不幸 就会被暴露和对付 以致人因着神的话 就开始会跟不配合真理的信念和罪恶征战 直到将他们逐渐赶出生命 刚才我说 心理清洁的人自然就会看见和听见神了 因此我们应该把神的话当成最大的权威 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的心或是世界的理念 我们要知道 神的声音绝对不会与圣经有冲突 所以我们越对圣经熟悉 就越可以在我们生命里 众多的喧闹声中 塞出神的声音了 但因为圣经包含很多内容 有些人或许觉得 虽然读了圣经 也未必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查验出神的旨意和声音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神话语的中心 神的应许 话语 旨意和作为 都围绕着神的终极目的 就是建立天国 高举基督君王 和召集神的子民 如果我们从神的这中心旨意和计划出发 来寻找神的声音 必定更容易寻见 第三 我们要借着祷告 寻找和确认神的声音 神在耶利米书第29章说 有时神的声音只是个微声 被旁边其他的喧闹声掩带了 所以我们必须将其他的噪音调笑 才能听见神 因此我们天天都需要安静在神面前 有祷告 灵修 与神清静的时间 虽然我们天天都会接触到许多世界 自我和撒旦的声音 但我们不要听到什么 就给予反应或接受 乃是要静下来 确认我们所听见的声音 是否符合神的真理 也细查神的美意和声音 最后 我们越遵循而活时 就越容易听见神的声音 神是继续会向顺从祂的人显明的 因为我们顺服完了一步 神还有下一步的指示给我们 引导我们继续前进 来完成祂给我们的使命 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当我们读经和听道时 不要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 或是得着一些疏解 或是得取一些知识而已 我们读了神的话 若也愿意行出来 神也会越来越向我们显明的 弟兄姐妹 常与我们同在的神 也时常跟我们说话 给我们感动的 祂主要是借着 祂已经启示的话语圣经 来跟我们说话 不但如此 祂也透过真理的圣灵 和我们所面对的人和事 跟我们说话 有时神不一定会给我们 直接的答案 但祂必然会把我们指向 祂的应许和福音的中心信息 比如若我们在找工作的事上 寻找神的指示和声音 祂不一定会具体告诉我们 工作几时会找到 或是该做哪一份工 但祂必会提醒我们 祂是我们的供应者 且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 虽然有许多其他的声音 想影响我们 且尝试掩盖神的声音 但若我们专心寻找神的声音 神必会让我们寻见的 但愿神帮助我们 更是扎根在祂的话语上 以致我们更容易 在众多的喧闹声中 晓得如何识别神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